各位童心 今晚開始看上課 大家請多 各位童心先來看上課 請大家就坐 謝謝 喂 喂 我們請各位童心 可以馬上到你們的座位 好 各位童心 大家 大家好 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麼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從各國的利益中 看到台灣的未來 那 我想剛剛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 前天 今天 我們也聽到了很多一些 講師的一些 那個 內容 那 可能會有很多地方都會重複 重複 我想重複的部分主要是要加強 我們對這個論述的一個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那今天我們是從 時事當中 去看看我們台灣未來的一個展望跟方向 那 今天這個 各國的利益是指什麼利益 其實大家也很清楚 從報章 那個新聞報紙上面都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那個 大概有五項的 五個方向的 那個 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前言就是 未來 國跟國之間的衝突的核心 都是來自於能源需求取得與掌握 我這樣講 大概 大家也知道 也猜到我要講什麼 就是 以台灣為中心 以台灣為中心 的上面跟下面 北方跟南方 其實都有 印藏著非常豐富的石油跟天然氣 這個 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想各位也應該很清楚 那我也從 各種管道取到 得到了一些 一些資訊 主要也是 有哪些能源呢 就石油跟天然氣 那 這個 這個能源 大概就是 我們整個台灣 整個 海床的整個騰架上 就是我們的整個 整個台灣群島的整個上下 這個 這個地方 都是 也就是 日本馬關條約 日本跟中日 清國戰爭的時候 就是所謂 日本所稱的下關條約 裡面 所割讓出來的領土 其實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 很明確的 把台灣群島 一些獵島 包含了 尖閣諸島 還有一些南海 南海的這些 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這些 就是這些石油 存在的地方 存在的地方 這些 這些群島 其實早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割讓給日本 大日本帝國 那麼一直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發生了很多戰爭 然後彩繪 又有了一個條約 又產生了一種條約 叫做 和平條約 那麼就金山和平條約 那個 就金山和平條約 他 跟日本簽署的時候 這裡有考慮到一個 一個架構的問題 就是 就金山這個 交葬國雙方 如果 要 簽署條約 他必須要 必須在 萬國公法的架構之下 來簽署 那麼 馬關條約之後 日本在台灣 這些領土裡面 做了很多的經營 跟 開發 那 也就在1945年 4月1號 民治憲法在台灣施行 完成了日本 把台灣併入為 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 之後 也所產生 所延伸的這個 各國在爭取的這個利益問題 台灣的角度 台灣的立場 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 今天可以跟大家做 簡單的一個分享 這裡就是那個釣魚台 這也是我從網路 這個網路都可以 登錄下來 可以查得到 就是 釣魚台略於附近海域 早在1968年 就 被聯合國的專家 已經撤出有 將近有一千億桶 價值超過一兆美元的天然氣的 印藏量 1999年 日本的調查估計 有兩千億立方公尺的 什麼 天然氣 天然氣的印藏 那 專家估計 釣魚台的石油 可以供給中國80年使用 給日本100年使用 怎麼沒有我們台灣 奇怪了 這不是我們台灣 這個待會兒我們可以討論 這個裡面有一個很 很 可以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個 一個 利益問題 利益價值 那麼 市價 目前的市價 這個也是 中華民國政府的立法委員 賴世保 他曾經提出來的 他說這個價值超過 200兆到400兆日元 那麼不只北邊有 南邊也有南海的部分 也有高達200億噸 十九產量跟天然氣 將近超過一千億 或 以上 一千億以上 這麼大的一個利益 吸引的 不是只有中國跟日本 我們看到的就是 中國跟日本在那邊 每天就在那邊吵架 這個 這個無人島突然間變成 他們國家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也不只吸引了中國跟日本 也吸引到美國了 中 結果 美國 脫過 脫給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就突然間想到台灣是個好地方 結果 不是真的台灣是個好地方 或者是突然間 他對台灣的人民感到很可愛 想要回來 那我們也很清楚 美國的整個 衝返亞洲的目的 其實我們也很清楚 那麼 中國跟日本 我們一直認為 掉一台的這個利益 一直 我們一直認為只有中國跟日本 有那個權利 事實上 美國也在基於這個利益 美國也在基於利益 所以因此也會 也延伸了我們今天整個 台灣的地位的一個 這個重要性 台灣地位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處在我們的附近 我們看看各國軍事設施的部署 這個部署 也都是從網路那邊都可以找到 都可以查得出來 中國 我們先從中國開始看 他們不只在 這個釣魚台 那個北 這個東海那個地方 部署了很多的一些 那個軍艦跟航母 飛機 南海 也即將在兩年三年內 他們已經 已經在 在製造 航母 這個航母要在哪裡呢 這個航母的基地是在南海 南海 就海南島那邊設置那個航母基地 這個航母 在設置在航母基地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南海的那個 那個 油田 據我們的了解 就是說 南海的油田 中國已經有 兩個油田在那邊 已經準備 等待開採 在這個 釣魚台那邊 有五座 中國的那個 那個油田 已經 那個準備 只是這個 這個主權的問題 沒有搞清楚之前 他們都還不能開採 因為現在還在等美國那個地方 好幾個國家要 針對這個問題來做條論 做協商 做協調 日本 日本從安倍晉三首相的政治操作 很明顯看出他的意圖 他的自衛隊 被動 防衛 透過修憲 轉型為什麼 可以發動戰爭的國防軍 這個在新聞 當然這個新聞 畫面很快就會被 我們 我們的媒體 馬上就是 大概就是一天的 一天的那個訊息而已 那麼 防衛省 將改制為國防省 預算每年增加 其實 安倍 在上任的時候 就已經 跟這個 他們的防衛省 說每年 多少的億 來給你們 增加我們的軍事設備 那 其實這個目的 用意都很清楚 也就是說 爭取利益的背後就是 武力 武力就是作為他們最大的籌碼 那 那美國呢 美國 藉著重返亞洲 他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 目的是什麼 我們想也知道 這個不必那個 那美國 他們的軍事部署又是怎麼樣 他們把地表最強的航母 將要移防到太平洋 據說有一艘全世界 會比現在更強的 還比這個更強的 他的名稱叫 那是尼米之級的 就是好像是福特號吧 目前是全世界可能是最強的 地表上最強的那個航母 也要移防到太平洋 這是為什麼 這個 大家都拿武力 做為自己的後盾 來談什麼 談利益 那為什麼要把 地表最強的攻擊直升機 賣給台灣 重點是馬英九在 有公開跟國人講說 我們 美國給我們這麼強大的武器 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結果沒有幾天就 停飛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停飛嗎 美國要讓他的飛機停飛 不用太多理由 他隨便講一個 機箭 什麼有問題 他就會讓他停飛 要一直停飛到什麼時候 我們不知道 搞不好就是 秘書長在元旦所講的這個宣布 搞不好就是美國陸戰隊 要來到台灣的時候 才會好 那個飛機可能又會 突然間又好了 那組合的目的 我們也很清楚 因為那個 美國不希望 那個 國軍 共軍 中國軍 因為目前台灣的將領 大概還是有中國人在把持 在掌握 所以很多一些軍事的機密 他們還是要稍微做一個控制 P3C也是一樣 P3C在屏東機場 屏東機場 屏東機場最令人興奮的就是 屏東機場的那個大門口 已經變成美軍的空軍的軍輝了 現在美軍已經進駐在那個地方了 那P3C也是一樣飛下來 給國人看一下 就停飛了 這個都是美國的 算是很 雖然P3C是比較 有即將要淘汰的那個防潛機 但是 這樣的一個目的很明顯 我們自己去思考這個問題就好了 好 南海各國 為什麼突然間也在 對國防的一些設備也提升起來 為什麼 越南也買什麼F15 F10 比我們台灣更高階的那種飛機 印度也要買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他們都要增加他們的那個 美國的那個 中國的那個 那個 艦隊 已經超越了 我們說中國的領土 最難叫做真母暗殺 他們去巡航的時候 不是只有到真母暗殺去回航 他們是超越了什麼 超越了整個赤道 這個赤道之後 從赤道那邊再繞回來 結果澳洲 發現這個問題 奇怪 原來如果 中國人真的想要那個 有什麼企圖性的話 他可以從這個地方繞到 繞過去經過澳洲 再轉到太平洋 這個 軍事的企圖 那個 很明顯 那麼 講了各國的這樣的一個目的之後 唯獨中華民國在裁軍 預計2015年 軍隊會減少到12萬人 解除國防 轉型為自衛隊的性質 因為 美國也很清楚 如果要重返亞洲 重返亞洲不是 只有到歐吉那瓦 琉球群島 因為琉球群島 補天間的那個 那個軍事基地 美國已經同意要移防 要移防 因為那個地方造成日本民眾 很大的一個反彈 一直希望說美金能夠 轉移到新的那個 整個事情就這麼巧 非常的巧 什麼 這個 萬倍記載 指欠 指欠 那有的人認為說 這樣的事情 這麼大的利益 這麼龐大的利益 難道不會產生戰爭嗎 那根據美國打 伊拉克 阿富汗 就是反恐的那個戰爭 美國已經花掉了 五兆的美金 也就是說你一個 一個釣魚台 了不起一兆美金 你打一場戰 可能就不夠花了 所以因此 說要打應該都是假的 不太可能打 因為打了也沒有什麼意義 你已經失去了那個 整個利益價值了 沒有打仗的意義 即便中國跟日本 為了釣魚台來打起來的話 日本打不起 中國更打不起 中國更打不起 因為整個體制不一樣 所以 這個戰爭恐怕只是一個 局部上的一種插槍走火 真的要變成是全面性的戰爭的可能性 非常小 最後可能會變成是 用利用協商的方式 達到各國的那個利益 那但是這邊又牽扯到一個問題 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 釣魚台這個獵島 這個獵島 實際上是屬於日本的領土 那 可以這樣講 嚴格來講應該是屬於台灣的屬地 台灣的領土 因為在1895年下官條約的時候 所以那個大清皇帝跟大日本皇帝 他們在切割的是整個台灣整個群島 一直從尖閣群島一直拉到南海去 那也就是都是有油田的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時候中國不承認這個部分 他說他們就在網路上面很多那種 事實而非的一些道理 他們就把中華就是台灣的那個 當初馬關條約割出來的那個界線 把他界線借出來 說這個 這個 那個當初下官條約 並沒有把台灣 尖閣群島 讓台灣一起割下來 有這樣的一些說法 那 日本也有這樣的一個說 因為日本想要佔有這個 釣魚台的那個利益 他們說 尖閣群島跟台灣沒關係 因為台灣還沒有在下官條約簽訂的時候 日本早就在尖閣群島經營了 因為那時候的尖閣群島是無主地 所以他們依據這種 國際間的這種 那個慣例 先戰為原則 但是如果你要講先戰的話 中國這邊又有話講 更早以前他們都在這個地方 就算是經過也好 或者是曾經琉球王國有 都跟那個 那個中國稱臣 他們認為說琉球是我們中國的 不可分和的領土 越講越 大家都講來講去 好像大家都是 這個土地都糾個不清 這個到底 到底 要怎麼算才算是屬於誰的 這個就 就必須要有一個國際間的一些 大家能夠遵守的一個方法 那麼在國際間 這個就是 所有戰爭利益為主 這個牽扯到的國家 就這些 世界各國領土 最終都以戰爭收場 結束戰爭狀態處置 都是由 交戰國 雙方簽訂和平條約後 生效後才上完成 所以國際間 在目前為止 有關 間隔諸島領土條約 只有兩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馬關條約 第二個就是 1952年4月28號 生效的 舊基上和平條約 也有 也有針對這個間隔諸島 來做很詳細的 那個 那個 論述 那麼 國際觀例就是 19 1898年12月10號 美國 以西班牙所簽訂的 巴黎合約 割浪領土有 波多黎各 關島 菲律賓群島 屬於殖民地性子 如同台灣群島 及澎湖群島 直到大日本帝國 有效統治之後 依據國際法完成 在台灣跟澎湖群島 明治憲法施行 編入日本大帝國 成為神聖不可 奉割的領土 好 你怎麼講 你說你的理 我說我的理 講不清楚 那麼 領土的問題 領土最後 會用戰爭來做收藏 他要結束戰爭的狀態 必須要什麼 交戰國之間 要 要簽訂什麼 簽訂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 這個就是國際間的 國際間的慣例 國際法也依這種的慣例 作為世界各國遵循的一個方式 所以 沒有條約的領土 沒有經過條約 譬如說像開羅宣言 博士堂公告 這個都不是 他並沒有達到條約的這個 他的那個法律的效率 沒有達到那個地方 所以 目前只有這兩個條約 可以證明 這個領土的 那個主權是誰 在誰 那麼 這個問題 談到這個 我們說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這個 尖閣諸島 豈不是變成是日本的 可能有的人也 心裡也不服氣 為什麼是日本的 因為是馬關條約嗎 這樣 可是現在又牽扯到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 舊金山和平條約一出來的時候 美國就有立場了 因為美國佔領了琉球群島 如果說 按照日本的說法 日本目前的說法 他說 琉球群島 的 尖閣諸島 是琉球群島的管轄區域 那當然 那他就排除了對台灣的關係 那 琉球群島一直到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之後 生效之後 美國就變有立場 說 既然是琉球群島 我有琉球群島的佔領權 那我是不是對這邊 這邊的整個 整個 處分 都有 我們由美國來去主張 所以因此 那個美國的國務卿 在 去年 年初吧 他就直接宣誓說 堅閣諸島是日本的管轄權 但是牽扯到領土的主權的時候 美國不持立場 美國不持立場 為什麼他一直要 這是美國一貫的一個作風 一貫的作風 好像是在模糊 又好像是 又很像很清楚 然後 這樣的一個講話 又 得罪了中國 得罪了中共 那 那這樣的話 那 跟我們台灣又沒有關係了 怎麼辦 如果是照這樣的 美國便有立場 那美國是不是 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這個 大家在亂來亂去 繞來繞去 那 根據國際官吏 我們在美西戰爭的時候 領土割讓 這些 波多黎各 關島跟菲律賓 是透過戰爭之後 簽訂了 那個 條約 所以因此呢 他們就以 在 就合法的取得了 整個 領土的 所有的主權 那 就金上和平條約 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說 這個 如果說 用日本的論述來去討論這個 這個 尖閣諸島的利益的話 他們又想 自我佔有的那種心態 很明顯 那所以 美國一介入這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事情可能恐怕就 越來越複雜了 越來越複雜了 那個 但是 舊金山 不管是馬關條約 或者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們都不能 超越 萬國公法的架構 因為 所有的條約的定定 絕對不能超越 萬國公法的架構 那麼萬國公法有 我們常常在講有兩個主要的 一個 那個就是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概念 跟 佔領不得遺傳主權的概念 這兩個概念 所以你即便 就金山和平條約簽了 或者是馬關條約簽了 如果說馬關條約透過中國 日本在台灣這樣的一個 承認了台灣屬於他們的一個領土的前提下 他已經成為了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也就是我們 所主張的日暑美戰的這個概念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條約 他還是不能超越 這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這個概念 所以 按照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之後 日本政府在 雖然在1945年4月1號完成了整個 對台灣領土編入的一個 一個動作 也就表示說 他已經達到了神聖不可分割的 國土的一個概念裡面 所以 我們主張的意思 我們所主張的就是 釣魚台終究還是屬於台灣的一個領土 因為 是藉以馬關條約之後 日本在這裡 在台灣的一個 對 納入台灣作為他們的領土的一個概念 所以 如果是台灣 建國諸島是台灣的 台灣屬於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的 講來講去 大家還是一家親 大家 台灣變成 這個利益就跟台灣有關係了 我們是希望是這樣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啊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不能講一講 人家都已經拿給稀來了 我們如果都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你看我們 當這個 這個釣魚台被日本認為說 這是變成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 屬的領土的時候 中國第一個跳出來 結果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突然間軟弱起來了 以前是最強勢的 突然間變軟弱起來了 只能派一些移民去那邊做個戲 你什麼事也不能做 什麼事也不能做 所以今天我們要改變這樣的一個態勢 改變這樣的一個態勢 改變這樣的一個態勢 那改變這個態勢 在這個 這個地方 民政府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一些出路 找到一個出路 找到一個出路 好 我們現在 這個是 爭議 好 再我們看 再看 堅格尊導的真相 聽聽條約國今天也有規範 如冠武工法中 佔領不得一轉足前 其目的就是要強制獵牆的國家 的野心 會不斷的擴充自己的領土 所以依據舊金山貨幣條約 教育一下 美國立場 1971年 美國一直堅持堅格尊導 日本具有管轄前 至於領土的部分 他不持立場 原因就是因為會抵觸 冠武工法的原則 美國人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因此 他們在撐牽扯到領土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注意這個部分 那麼堅格尊導主要的爭議 為什麼會搞到現在 這麼複雜的原因 其實也是日本人搞出來的 日本不願意承認 馬關條約的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 台灣附屬島嶼 包括地理上 佛爾摩沙拉島相連 釣魚台獵島 到目前為止 日本不願意承認這個部分 第二個 日本從未公開承認 1945年4月1號 一人天皇造書 憲法施行於台灣 及其附屬性 包含了釣魚台獵島 引納入了日本國土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釣魚台還是我們台灣的 那就歷史法理而言 尖閣諸島屬於台灣 台灣歸屬於日本 這個是南海的真理 這個南海的部分 我想那個耿力 林耿力他比較熟悉 我們就 我們也知道就是 也是為了石油的關係 好 再來 接下來我們就 針對這個利益的關係 我們台灣的人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台灣人應該要怎麼樣去爭取 這樣的一個這麼龐大的利益 好 第一個我們先討論 台灣的地位必須要被確認 以台灣的地位 我們先從歷史情感傳說 的台灣開始 然後我們看有幾個時期 這個都是我們所熟悉的 何熙時期 民政時期 大清拓肯時期 日本編入時期 中國占領時期 第二個就是 法理 舊金山和平架構下的台灣 就是日暑美戰 這個我們 那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等同台灣之治 舊金山和平條約架構下的台灣 這裡講的那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是說把台灣的 現在台灣是 中國流亡政府 透過 就是基於當初那個 戰時 二戰當時 盟軍元帥 統帥 麥克 麥帥 他所下的第一號命令 然後 叫蔣介石元帥 來台灣做佔領的動作 代理佔領的動作 那這個代理佔領 其實是一個 很不正常的狀況 很不正常的狀況 即便是要 要代 代理佔領 其實 不管在代 代理佔領的同時 他必須在 一定的時間內 要趕快在台灣 成立台灣的平民政府 台灣的平民政府 這個 這個慣例 有點像是 伊拉克 伊拉克的狀態 慣例就是 那個狀況一樣 美國佔領了伊拉克 短短的六年間 他們就在當地成立了 伊拉克的平民政府 琉球 琴島 琉球模式 我們在新台灣路那邊 那個秘書長也提出來了 琉球模式 他 美國 美國占領了 親自佔領了琉球 可是他在二十年後 就把琉球還給日本 那照理講 台灣應該也要被還給大日本 要 要回去 要回歸 但是 美國不願意這樣做 是因為 當初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 跟1945年的波茨堂公告 裡面 中國很強勢的要求 那個日本說 如果戰後 請你們把 你們 切戰的 我們中國領土還給我們 這種概念 家住在日本的那種 那種 因為他們無條件投降 日本 無條件投降 表示說 這個條約一定是 不 不平等的條約 戰後的條約 絕對是不平等的條約 不可能是 那個平等條約 那 開羅宣言的 開羅宣言之後呢 波茨堂公告 一直到了波茨堂公告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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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英國 蘇聯的整個 尤其是中國 美國跟英國 因為 國共內戰的關係 國共內戰的關係 已經 轉 不願意 再 在支持蔣介石的 將台灣 就是 我們那個 旧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B條 B款的那個部分 日本 被要求把台灣 跟澎湖群島 歌浪出來 歌浪出來之後呢 然後 將台灣這些群島還給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然後才會有那個 才會有那個 台灣光復節 1915年 10月25號的 台灣光復節 這樣的一個騙局 事實上 在1952年 1952年 那個 4月28號 台北合約 有那個 當時的外交部長 葉公超 代表我們 中華民國 代表當時的中華民國 來去簽署這個合約 在合約簽署之後 回到台灣的 立法院 中華民國的國會 國會的立法委員 就問他 說 請問外交部長 台灣的狀況 現在是怎麼了 那個 葉公超 葉公超 這個外交部長就說 目前台灣的管轄權 還是由我們中華民國 掌握 台灣本島 目前還是由我們中華民國 掌握了 掌握 掌握住了 但是呢 國際情勢的轉變 讓我們沒有辦法 把台灣的領土主權 移交給中華民國 即便日本願意把台灣 割讓給中華民國 我們也不能接受 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就是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這衝突到了 萬國公法裡面 佔領不得一轉出權 跟 不能把 日本即便願意把台灣 割讓出去 因為他已經 成為大日本帝國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已經抵觸到了 萬國公法 所以這個條約 會失效美國 杜勒斯那時候 國務卿杜勒斯那時候 就考慮到這一點 說如果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的話 到時候即便這個約 簽了也沒用 為什麼 以前有慣例 有例子 就是 馬關條約的時候 原本要割三塊土地 就是 滿洲國 朝鮮半島跟台灣 列島 台灣群島 那麼 這個約都已經簽好了 結果最後 法國 蘇俄跟德國 他們提出抗議 說 你們怎麼可以把滿洲國 割到大日本帝國去 你們這樣已經抵觸了萬國公法 即便你簽了這個 戰後條約 你這個條約 也等同私下 所以因此 日本不得不再把 再重新跟大清國 重新再立了一個和約 把滿洲國又還給了 那個大清國 就是 遙東半島那邊 對不對 對對對 你是說東北 整個東北嗎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 朝鮮是有啦 朝鮮半島跟遼東半島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應該是說滿洲 滿洲 但是屬於 因為 大清國是屬於滿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地方是屬於 滿人的發源地 所以就不能割給 割給 交葬國中的戰勝國 是這個意思 對 發源地 就是他們的 他們是從那邊來的嘛 從那邊打下來的嘛 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 他們應該想滿洲國的一部分 一部分土地啦 所以他們要重新簽這個土地 要還給大清國 這個案例啦 這個案例 這個大概 大概就是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 那個 意義是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簽了也沒有用 只要有國家 有一些國家 列強國家說 這樣不行 你就要還給人家 所以你看 當 當那個馬關條約 有這個問題 如果舊金商條約 有這個問題 還是會被別 有些國家抗議之後 它還是要變成是無效的條約啦 必須要再重新 另定一些條約 所以才會有那一句話 才會有 月公超那一句話說 即便日本願意 割給我們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 割給中華民國是 美國跟英國受益 希望他們 因為他們在開羅宣言的時候 跟蔣介石已經 他們自己協商 協商的一個結果 一直到了波次黨公告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協商 有了一些轉變 也就是說 為什麼 還是保留了 第二條 第二B款的耐向 日本還是把台灣割讓出去了 但是它沒有接受的國家 放棄 對 不是割讓 是放棄 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領土主權 對 沒錯 不好意思 太緊張了 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所以 因為你要過戶才有割讓的問題 主權 主權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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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土主權沒有 就是 他的那個主權 主權權利 主權權利 對 對 不是 這個 但是 這個 不只管什麼錢 對 對 主權 主權權利 主權的權利 一切領土裡面的主權的權利 这个部分很容易造成 中国跟台湾人的误解 在这个地方 其实连我们自己也会搞得很混乱 主权权利 因为按照原文来讲 他已经把主权权利 他是讲主权权利 可是你回到原文的解释的时候 这个主权权利又有暗交在里面 可是在翻译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给你翻成这个样子 日本已经放弃了 可是在第二条 那个不是用那个 他是用Renoce 这个是可以收回的意思 可是在英文的解释是这样 这个我们都可以在那个 我刚刚讲到哪里去了 所以旧金山条约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杜勒斯那时候有想到这个部分 所以才有夜公超的讲话 这个夜公超的整个来龙 讲话的来龙气脉就在这里 所以他不敢跟 可能他们也不了解 当时也不了解整个国际间的 整个领土之间的一些放弃 或者是割让的一些概念 所以可能即便跟这些立法研讲 他们也不懂 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 到底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没有 他们只关心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那我刚刚讲到波子党公告的转变 就是世界各国他希望台湾不能再还给日本的一个概念 就建立在他们的那种核心里面 也就是说他们要限制日本的整个领土 只限制在他们的本岛 就是北海道 九州 本州跟那个 主要的目的 也主要就是要限制日本这个部分 所以因此才会有独岛被韩国占领 那个琉球群岛被美国群职占领 北方四岛是被抢的啦 那个是趁旭而入的 那台湾就让中华民国来占领 是这样 所以讲来讲去 如果我们针对这个台湾的地位来去 你去思考钓一台的领土 你会认为在法理上 在法理上 在法理上 那个钓一台还是属于我们台湾的整个 整个领土的概念里面 所以你当你确定了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你再去跟人家谈利益 你才会有 你才有立场 所以这个时候的美国 我就觉得美国就 真的是老谋深算 他们太厉害了 他们的领土 大半都是割让回来的 割让变成一个大美国 也都是战争取的 透过割让之后变成美国领土的 所以 谈到这个台湾的地位 我们要去确认台湾的地位之后 刚刚我们也提到 台湾之所以 这个钓一台 之所以这么混乱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日本 到现在为止 也不愿意承认 因为承认了就表示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就下来了 就顺势下来了 好 各国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争取的时候 台湾人还在追求什么 台湾是台湾人的吗 台湾是中国人的吗 是日本人的吗 是美国人的吗 很混乱 再怎么讲 绝对不是我们台湾人的 这个最正确 对不对 这也是事实 现在还在进行中 那接下来怎么办 人家还在争利益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如果都没有一些作为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没有好好做一个准备的话 请问你一下 我们可能就是会被 变运化的一个 的区域了 所以因此 台湾 我们要走向 如果说 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时候 那就是回到什么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原点 也就是说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原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 就是 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正常了 那就回到原点 就回到那个 那个 那个 台湾的法理地位 那我们就要讨论旧金山和平条约 到底里面 有关台湾的那个条约有哪些 你们有看过吗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那个全文 有 要不要那个帮忙秀一下可以吗 有关台湾的有六条 那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全文 全文 我们上网 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上网查 里面有中文的 日文的 跟英文的 同时 同时出来 我们先到第二条 第二条 上到第二条 2B 2B 这边有几个情形 像那个 韩国 它是被列在2E 2A 我们是在2B 你用原文 你用汉文 你们 在这边 中间 它在中间 这里 这里 领土放弃 这个 第二 B 这个是 那个的 剪到B以下 再上来 B 这里 有没有 日本放弃 对台湾 澎湖之所有权 利 名气 与请求全 很简单 它就只有几句话而已 好 我们再到第四条 第四条 第四条的 第四条 第四条 真的在财产的部分 好 第四条 我们再上来 第四条 好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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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来好不好 先下来 下来一点点 再下来一点 我这边可以下来吗 不行 好 听听听 第二条 第二条的部分 第二条 上 上 上 哎呦太多了 好 OK 好 第二条 第二条 区域内 对目前政管理地区 该当局 以其居民 包含 法人债 再上来 再上来 好 就日本 以日本国民财产 请求全 以债务之处分 以及该当局对 好 没关键 没关键 我们自己上网查就好了 也就是说 美国对这些区域有 处分的权利 不只是有刚刚我们第二条讲的那种名气啊什么这些 对财产的处分他们都有权利 好我们再到那个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 二十三 二十三条 主要跟台湾有关系的 在旧基层和平台湾只有六个六个六条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其他都是跟其他的那个当初盟国的一个赔偿的事宜 十六 不能这么多 这里 本条约之签署国包含在日本内应经国会批准 这个48国批准 上来上来 好 这里这里这里 批准文書以及包含作为主要占领国的美丽 美丽坚和国之下数 多数批准国送达之后 将对所有批准国 国家生肖 看得懂吗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主张的 日俗美战的整个核心概念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在这个条约里面 日本跟美国所签订的条约里面 他们是承认 整个战争的整个 其实主要受益国应该是讲美国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整个日本有关的一些财产也好 名气也好 都要听美国的 美国的说得算 对没错 他们是主要的征服国 所以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为什么美国对台湾的整个操作 那么明显的也在这里 所以以往我们都不清楚这个部分 就是到底我们选个总统 还要经过美国同意 还要买个武器 还要考虑到什么什么 还要考虑到台湾关系法 之类的东西 这一类的 其实像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不晓得你没有听过 就是阿扁总统第二任的时候 那个事情你们听过吗 有 就是不是差没有多少票吗 对 然后两位老先生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吗 一直等到凌晨的时候 不是不是 不等中选会了 是等凌晨的时候 刚好这边的深夜是美国的早晨 美国的第一通贺电 然后马英九就跑去找那个 两位老先生 就拍桌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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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已经承认阿扁 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这个事情才耍的 你再闹消息也没有意义啦 对啊 这个应该有听过吧 有了 很精彩喔 好 再到那个 那个 就是老先生就是连战跟宋厨一嘛 现在叫做五辅千岁 台湾都是被这些老人家 搞的 其实 其实当我们的台湾的整个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台湾才会有未来 要不然你就是 那这些 你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美国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美国 我们也走不到这条路 所以美国要的是什么 不是真的关心我们的 台湾老百姓的想法 我不相信有这件事情 我在想应该有两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2006年 那个秘书长 他们 控告美国被司法院接受了 驳会了两次没有用 驳会了两次没有用 因为他们是用人权警告美国 美国是人权立国嘛 所以因此这个事情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美国行政单位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一直到了2019年 2010年的正式判决嘛 最后一次判决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就是最后又多了两条 本来三条 后来多了两条 那两条就是美国还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 那第二个 再来就是 那个 对对对对 所以第二个就是那个 美国的行政部门必须要协助原告 原告是谁 民政府 你应该要 他们说要针对原告 而不是针对 因为台湾政府谁都可以成立 某A 我说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骂自己的 我们自己来嘛 对不对 台湾A政府 台湾B政府 台湾C政府 通通可以出来 可是重点是 美国因为有诉讼的 他不得不针对原告来去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只有民俗长这个可能才是美国所以说 因为他们执行他们的那个法院的那个议制 所以他在台湾的一些团体里面可能美国只承认这个部分而已 而且我们民政府也拿到了那个美国的授权 甚至有一些证书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被美国的那个行政当局所接受 所以 那我们真的要感谢李秘书长他们这样的努力 他们也是一样 跌跌撞撞 碰碰撞撞 最后找出了一条出路 228 228个人 不是那个228事件 所成立的台湾平民政府 将是美国军事政府唯一合法的治理当局 那也就是说在秘书长在元旦的讲话 有几项 有没有人参加过今年的元旦的很重要的讲话 有 他有那个文告 所以其实可以看那个 其实他里面有讲到几个重点 其实主要也是要鼓励 这些革命宣心者 这些童心 请他们不要失智 路只剩下十步路 十分钟就到了 再努力一下就到了 他说 当然美国陆战队 是不是真的六月进来 这个还有变数 因为国际局势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可能会提早来 或是晚到 这个都有可能 而是一定要来 不来不行 因为你的 你室友一定要开采 人家日本 警都在那边stand by了 中国警都在那边stand by了 那个碳碳油警 只要可以了 就开始收了 对不对 那美国难道都不要这个东西 他绝对要嘛 所以因此 其实美国也很清楚 他一定会来到台湾 他们会回到台湾 清楚 那回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 当然 石油利益是他主要的目的 那 他对台湾要 就是台湾自治 是台湾人的新生 那美国人 我们来跟你谈 给你祝金 给你进驻 那让我们自治 这样 这个合理吧 这个是 这个模式是流球模式 这个流球模式 这个是 秘书长把那个资料翻出来 把一些精密资料翻出来 流球模式也是这样来的 日本人说 把流球还给我们 日本国说 把流球还给我们 美国说好 给你们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要永久住军在 住 那个美军要永久住在 沃吉尼沃的那个 对对对 补天间 对对 加首纳 对 永久哦 永久哦 对啊 我们美国至少在我们台湾200年 可以知道的至少200年 因为那个内湖那个 99加99嘛 对不对 至少200年 200年有 也差不多开 台湾 对不对 对不对 哦 那 我们可以跟他谈这个东西了 因为现在 因为日本 因为第二条的关系 第二条的关系 他变成没有立场 日本国啦 我不是讲那个 不是讲大日本 那个天皇 日本国 他们没有立场 主张台湾 归还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放弃了 你要谈 你要跟美国谈 不是跟 跟那个 所以刚刚不是有讲吗 那个 上一堂的那个老师不是说 美国我们也不能得罪他 日本我们也 我们也还是好好的尊重他 因为毕竟是母国嘛 对不对 美国是因为占领的国家 所以 他是 power嘛 对啊 那个 那个征服国 那 没有美国 我们还真的 搞不起这个事情 因为台 其实台湾一直 曾经 有处在那种 被中国 赤掉的那个 危机当中 好在都已经 美国也跳出来 说不行 不行 不行 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美国 可以 不管你台湾 给谁 他才 不会关心你 这件事情 美国关心的是 死友而已 给我们逮到这个机会 刚刚好这个现状 逮到了这个机会 要不然美国 打伊拉克干什么 打阿富汗干什么 把住金 弄到中东干什么 航空母舰 直接放在那边 为什么 为的是什么 就是死友 因为 没有这些利益 美国的经济识会 可想而知 本身美国现在因为 那十年 发了将近 五亿多的美金 五兆 五十五亿 五兆 五兆不得了 这个要回复 欧巴马又很辛苦 所以他 欧巴马也算是一个 非常明智的一个 军王 知道哪里有 有彩可以 对不对 所以 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串起来 是不是就已经 看到一个 一个 结果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那个 中日 中国跟日本在那边争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跳出来跟他讲 可是我们现在还不行 我们还要靠美国来帮忙 所以有一天 好了可以了 你们有 可以主张了 那时候再跟他们谈 那是不是 你 就是 就是 当初 当初那个秘书长他们在成立那个 在建立那个台湾权力法案的时候 他们里面就有 他们就已经告诉童馨说 未来台湾的老百姓会过得很富裕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台湾可以省掉很多钱 回馈到老百姓的身上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 我们的一些福利政策 我们省掉了国防预算 一年就少掉了5000亿 这5000亿可以花很多钱 回归到我们老百姓身上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石油的利益 其实石油利益也很简单 其实我们只要在里面抽个%数就好了 抽一些%数就好了 我们就 很好过了 对 是不是 我们这个奴隶是不是值得 对不对 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 对 一定要努力啦 对不对 对啊 不努力 我们什么也没有 对啊 那我们的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提早10分钟 讲的2266 下次有机会 谢谢 我会整理的更好 说图片会给大家秀出来 给大家看 那比如说刚刚光单数我再讲 看看人家怎么讲 人家是直接 讲 就是直接是 媒体那边直接讲出来秀出来的 好 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童心下课休息 外面可以用餐啦 谢谢 各位童心下课休息 然后外面可以用餐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词